你别忘了 这是在狱前 你绝不可以污蔑中宫 更不可以犹如皇上上厅 皇上 您万不可听冒牵胡言 俗话说得好 就厚土真言梦里话心生 若不是同床共枕 怎知道你竟如此的心心念念 连梦里也不能忘 常常呼唤皇后娘娘的闺蜜啊 如意如意 倒真是个吉祥如意 一听让人难忘的好名字啊 放肆 皇后的闺蜜岂是你可说的 妾身有罪 皇上 抱歉此言 自恃虚无有 胡言乱语 我胡言乱语 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次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一次 二十五年九月十三再一次 五年间梦已三次 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这些日子 臣妾给皇上请安 皇后来了 坐 我 touch you 你还以为皇后 你可想要 这一面的 ιο战 四年五年三年 你比较睡 皇后 你还以为皇后 我们被吞吞 藏 我们被吞吞 两年四年三十二年 我看了曹蜜岂 他已经吞吞了 内心 čia 特殊 你也都听见了 是 二十年四月二十 是景思妖王之日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 是永景妖王的次日 二十五年的九月十三 是皇上知道 荣平不能申誉 申则臣妾的那一日 不知道 林芸澈梦意的这些日子 是偏巧了 还是她与皇后 真是悲喜与共啊 皇上 冒歉说 林侍卫在梦中 喊的是臣妾的闺名 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如今也未可知 林芸澈是皇上的 御前侍卫 且忠心耿耿 那三日 也是皇上的悲痛之之 就算林芸澈在梦中 说出如意二字 臣妾想 林芸澈也是 想助导皇上随心如意 倒是冒歉 你的心思不可揣测 你为何就认定 林芸澈说的如意二字 就是本宫的闺名 皇上 妾身实在不敢冤枉皇后 可此事一而再再而三 妾身也是心存疑虑 不敢确实 直到妾身发现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皇上 冒险还有物证 好 呈上来 是 微臣请贝勒爷安 昆宁宫的赵九霄 在这儿做什么 微臣想托贝勒爷 给玉威娘娘传个信 什么事 这 先退下 贝勒爷 玉威娘娘带着林夫人 在御前闹起来了 说皇后娘娘跟林芸澈有私 快请玉威娘娘到养心殿 去劝一劝吧 好 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 我会请额娘做主的 那微臣告退了 毛钱 你竟敢忘了我的箱子 这口箱子这么多年来 你都自己好好锁着 不让我动 我就好奇这里面 到底装了什么值钱的东西 让你稀罕得跟眼珠子似的 直到我小心翼翼地 撬开了这锁 看到了这稀罕我 皇上请看 这靴子非十几年的旧物 可是川薛人爱惜 针脚还犹新 可这如意云文 却暗含了皇后娘娘闺名的鞋印 和妾身渔夫的名字 还秀在这般隐秘的地方 皇后娘娘 你可认得这靴子 本宫自然认得这双靴子 皇上 当年在冷宫的时候 臣妾与索新深陷火海 信得临时为相救 这事儿皇上也是知道的 索新就亲自做了一双靴子 替我二人向林大人掠表谢意 是索新啊 皇上若不信 可以换索新来问 谁不知道索新是皇后娘娘的 贴身士兵 这云文即便不是他绣的 他也会替皇后娘娘认下来的 皇上衣衫上的如意纹 大多出自本宫之手 而这靴子的如意云文 是索新绣的 皇上若不嫌费功夫的话 可以拿一件皇上的旧衫 和这双靴子一对针脚 也好 针脚玉壶来办 玉壶 拿去比对 是 庄重质 药仔 你也不认为 是 有 没有 是 我 我 如何 皇上 奴婢比对过了 这靴子上的绣花 的确不是出自 皇后娘娘之手 怎么会这样 即便如此 索秦也是提名于皇后娘娘 凌云彻已是 把这靴子保费了那么多年 并不能说明 凌云彻和皇后娘娘 没有私情啊 厄阴珠 难道救命之情 在你眼里就是 因私之情吗 皇上 来人 奴才在 把玉妃拉出去清净清净 将她关进慎行司 由着她自生自灭 皇上不要啊 皇上 臣妾对你一片耻诚 不忍你被蒙欠了 皇上 皇上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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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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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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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就此别过吧 微臣遵旨 我 王前 你我夫妻 缘尽于此 你 皇上 臣妾无用 臣妾平白有洗礼六宫之责 不能为皇上皇后分忧 罢了 令妃 你先回去早些歇息吧 是 你还跟草地 是 我不想帮你 是 是 你